大家好,我是李灿 欢迎收听Easy Mandarin中文播客 我为什么又开始搞播客了呢? 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 而且好久没有见你了 好久没有节目了 你去干什么了? 其实我最近确实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大叔中文上 做节目,做产品 首先先回答一下很多朋友的一个疑惑 为什么又开始做播客了呢? 对不对? 而且是这种形式的播客 因为我最近开始重新学习日语 我想把日语捡起来 日语其实是我大学时的二外 就是第二门外语 第一门外语当然是英语 而且我本身也挺喜欢日语这个发音声调 这个语言的优美性 文学还有动漫 动漫可能年纪大了不怎么看了 日剧对日本电影啊 偶尔有时间还是会看 而且还是会非常喜欢那种感觉啊 日本的调调可以这种感觉 对 其实你要喜欢一种语言 你势必是需要喜欢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的 不然的话找不到一个着力点 对不对 你不知道除了语言之外 还能有什么东西让你享受的 而对我而言享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和茶树本书做这个大树中文播客 让我感觉也是确实播客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学习语言吧 因为很自然啊 很自然都是从自己脑子里直接说出来了 不要经过转换啊 直接说出来的语言自然是最为自然的真实的啊 所以呢 所以呢 继续我的这个中文播客啊 我想把这种自然的感觉带给大家 因为我们三个人是这种对话的形式而已 哦对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播客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一个日本的这个YouTuber啊 他叫做YOU no Nihongo Podcast YOU's Japanese Podcast 对 哇 日语和音乐挺像的嘛 哈哈哈 我来词 嗯 就是我很喜欢他这种形式 对 他就自己一个人说啊 当然他也会偶尔邀请嘉宾来对聊 但大部分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说 说的很清晰 而且很轻松啊 这个其实很符合我的这种风格 我的style 对 我也是可以说的很轻松很清晰啊 我也特别喜欢开玩笑啊 我发现仿佛看到了日文版的我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想做这么一个节目吧 一是自娱自乐啊 因为自己开心就好嘛 做节目本身就是要开心 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啊 一些生活的感悟啊 一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呢等等 各方面吧 不也足 这个其实就是播客的意义嘛 播客其实就是说详话啊 没有特别特别严格的主题啊 我现在每天早上走路的话就听这个播客 感觉很放松啊 听的很多好像都是废话 但是哎真的像老朋友和我说话一样 对着我一个人说话一样 当然可能一半我的听不懂 这个没有关系啊 听不懂啊 有一半听的懂就好啊 其实我觉得多听听就能听懂了嘛 其实就是让自己能把里面每个音都听出来 对不对 每个字的发音啊 都能捕捉到 这也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嘛 等到你到时候再去看一些书的时候 发现哎 这个字我一查哎 这个字我听过啊 这个发音我听过啊 一下子就记住了啊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学习语言 就是从这个听开始入手是最有用的 而且我觉得听的这个占比一定需要最多啊 我一开始在做中文老师了啊 闲聊闲聊闲聊 现在是早上六点三十七啊 六点三十七当然还挺早啊 但是我起床其实更早 五点钟就起床了 现在可能岁月不饶人啊 就是感觉自己年纪渐渐变大了啊 三十八岁 按道理也还是青春啊 年轻人青春够不上年轻人啊 中年人可能有点 说的话有点啊 还不到吧 够不上中年人啊 当然四十岁就在眼前了啊 不服老啊 不享老啊 但是说实话确实身体确实会有很多信号已经发出来了 警报已经发出来了 就说你这样不行啊 要注意身体不能胡吃海喝了啊 吃饭要节制对不对 不要吃撑了 而且真的不要喝冰的东西了 不然的话你的胃会疼死的啊 还有就是睡眠也很重要啊 起码要睡够六个小时啊 对不对 所以呢我现在基本养成了这个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啊 就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就睡啊 早上就五点钟起床啊 六个小时也够了啊 因为我这个人睡眠质量特别特别好啊 沾枕即睡啊 什么意思 沾到枕头上就睡着了啊 特别开心啊 今天和大家闲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那我突然脑子里想到 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 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我和笨叔见面了啊 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就是我和茶树笨叔做大树中文啊 两年了啊 我们在网上的时间可能更长一点点啊 但是我们在线下没有见过面啊 就是没有摸过对方的这个真实的身体啊 只能隔着屏幕看对方啊 当然我们之间的感情默契氛围啊 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啊 但是第一次在线下见到笨叔的时候啊 见到他之前我还是有些紧张的 就是甚至在星期六之前啊 直到他要来西安 我心里还是忐忑 就是不知道哎 见到他会怎么样啊 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我明约在一个地方 就是在西安的回民区的一个街口 因为那个地方进去之后有比较多好吃的 我也知道他好吃啊 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一开始问他吃饭有什么想法吧 要不要吃当地的菜啊 他说当然要吃当地的菜 我就带他去吃了个泡沫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酒店呢 就是住的地方离那个地方比较近了 打个车十几分钟啊 而我呢要四十几分钟才能到啊 所以他是先到的啊 等到我下车之后啊 我就就去看他在哪呢 然后远远的就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啊 一个男子啊 有个背影啊 胖胖的啊 就是他比我想象的胖一些啊 我比他想象的矮一些啊 这个在我们大叔那个视频里已经提过了 就当时有点小紧张啊 想着怎么走到跟前去和他打招呼啊 因为他是在西班牙的嘛 所以我就想要不要走到跟前突然对他喊一句 Hola 但是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原来他在录视频啊 他就说大家好 我是奔叔什么什么 特别敬业啊 就是因为我们说要做一个Vlog嘛 他特别敬业 然后就我就很开心的走到跟前啊 有点小紧张啊 小路乱撞啊 小路乱撞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心跳啵啵啵啵啵啵的 有点小紧张 跳得挺快的啊 快走到跟前的时候 我就头歪了一下 看了一下他屏幕啊 接着继续往前走 走到他跟前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啊 手拍到他的后背 然后我们两个笑了 就是太凑巧了 他刚好在那个做拍视频 对不对 我刚好走到他跟前 就是我们没有摆拍啊 一开始我发的这个群里头的时候 就是我和查书笨书群里的时候 我刚好我的家里的微信是登录着的 我老婆刚好要到我电脑上找个东西的时候 看到这个视频啊 他就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摆拍的 什么是摆拍呢 摆拍就是一开始设定一个场景 然后两个人演出来啊 我们两个真的不是摆拍的啊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在当下一开始我还有一点小小害羞啊 一点小紧张啊 拘谨啊 这是从那个Vlog里 大家也能看出来啊 但是我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吧 也不能说很快 就是我们两个就开始往前走 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 我真的是一个矮人 矮人就是内向的人 我不是那么的外向啊 我发现反倒笨书比我更外向 可能笨书也是锻炼出来的 按道理他也一个矮人啊 但是在西班牙这种强社交的社会 我觉得怎么都能锻炼出来 陈天和人说话 而且陈天上课面对各种学生啊 所以他是主导对话的人 然后我们两个就边走边聊 然后基本上他一开始都是他带话题的 后来发现时代太热了 我们两个就找了一个店 一个卖老酸奶的店啊 就点了个老酸奶啊 他还送了个面包啊 我们俩就开始聊开了 一开始先从工作入手先聊一聊 因为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啊 慢慢的就聊开了 就舒服了 就就很自然的 很习惯的这种感觉 就很轻松的 很习惯的 很放松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 发现面对面这个人 就是我陈天在线上 陈天聊天的人呢 就是不录播客的时候 我们也陈天在微信上聊天啊 就是那种熟悉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就完全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 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 然后我们聊了估计有一个小时吧 后来又去吃这个泡馍啊 本来那家泡馍店呢 是我真的精心挑选的 我之前吃过一次 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就我爸妈来 我也带他们去吃啊 我还专门点了一个优质的 就是泡馍这个分为普通的优质的 然后还点了羊肉 因为羊肉比牛肉更贵 结果一吃太难吃了 真的 我特别特别失望 奔数倒觉得很好吃 因为他没有见过市面 他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啊 没有吃过泡馍啊 对 但是我很失望 但是奔数很开心 我觉得最主要是客人开心啊 对朋友开心 这最重要 后来呢 我们就打车回去 就是回到他的酒店啊 他们那里有一个行政酒吧呀 就是有积分啊 我觉得他平常可能很注意生活的细节 他竟然都有这个酒店的积分啊 这个酒店估计是全球有连锁的 然后在行政酒吧里头 一个人也没有啊 我们两个就开始录了一个视频啊 他给我带了礼物啊 我特别开心啊 特别特别用心 然后我们又聊了很多 那种感觉真的就是 我感觉和在线上那种录大书中文的时候 感觉完全是连在一起了 就甚至是更亲密 更亲热啊 更舒服啊 对 所以我们两个录的时候 后面也特别特别想能早点和查出见面 我们三个人啊 要是能在线下录播客啊 那感觉我感觉会绝对会更好的啊 真的我发现有一段时间 我在自己这个频道啊 做的东西比较严肃 但是其实我内心深处啊 大家发现就是我是一个挺爱开玩笑的人 我很喜欢轻松的这种氛围 开心的状态啊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现在这个播客的形式 带给大家轻松欢快的愉悦的氛围啊 就是大家在通勤的路上 做家务啊 走路啊 锻炼等等 这个时候听我播客的时候 都感觉很放松 很轻松 像听一个老朋友在说话的这种状态啊 好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再见了